一部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百代谈兵之组 一部响与世界军事理论界的中华兵书瑰宝 孙子兵法究竟只是神机妙算的兵家韬略 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穿越人类两千年的战争黑洞 今天的我们将如何学习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为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所著 是中国兵局的奠基之作 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 思想内涵丰富 逻辑缜密严谨 自问世以来 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曾被意为多种文字 在世界上往回传播 成为相遇世界的兵学经典 在今天生活中 孙子兵法被广泛研究和应用的其他领域 那么我们现代人又将如何来学习孙子兵法 使他能够发挥新的价值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讲孙子兵法的武功片 这一篇是孙子兵法最核心的一篇 我们平常每个人谈到的 福不债而去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来自于此篇 那我们先看一下原文 孙子曰 这个理念就是说在作战的时候 不要指望和敌人打了好多仗以后 敌人死伤了好多 我们也死伤了好多 然后取胜 这不是好的原则 我们考虑的是最好的办法是用无略来战胜敌人 不战而确认自兵 不通过打仗来获取胜利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就是我们能通过外交 能通过谈判来获取我们的利益 从而不用作战 这是最高明的 大家知道 一般作战来说 先就是制定战略 同时第二 能用外交的方法来取胜 这样就可以不用兵而获得利益 所以孙子谈到了三个原则 故上兵伐谋 其次发教 其次发兵 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 唯不得已 修陋冯翁 巨戏界 三月而后成 巨婴又三月而后矣 将不胜其奉 而义附自 杀四三奉之一 而成不拔者 只公子栽也 一个什么原则呢 能通过谋略 尽可能通过战略的方式 来获得胜利 这样用外交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 周济 奉齐王纳戒这个故事 周济 当时作为 齐威王时期的丞相 他自己认为 自己找得很帅 很漂亮 有一次 他问他自己的妻子 说 你觉得 我找得漂亮吗 妻子说 确实你找得很漂亮 你是咱们齐国 最漂亮的人 接着 他又问他的宾客 来了客人拜访他说是 你觉得我长得漂亮吗 客人说 哇 你长得太漂亮了 别人怎么能和你相比 你是齐国最漂亮的 这时候他又问他的小妾 也就是当时的丫鬟这样的人 他说是 你看我长得怎么样 他说 哇 先生 你是齐国最漂亮的人 这时候呢 过了两天 当时齐国最漂亮的一个人 叫徐公 过来拜访周济 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 周济觉得 哇 徐公还是长得比我漂亮 这时候 他马上进朝廷里边 见到了齐威王 就说 我自己认为很漂亮 但同时 我问我的妻 妾和宾客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我很漂亮 但是我自己 看了咱们齐国最漂亮的 徐公以后 我觉得不如 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是您在朝廷里边 一切反对意见都听不到 你周围的 嫔妃 皇后 这些人都认为 你是长得最帅 最漂亮的 第二 各国来求你办事情的人 也都认为你是最好的 最漂亮的 没有人给你提不同的意见 你下边的成名 也都惧怕你 非常惧怕 所以没有人敢给你提意见 咱们国家 这才是不能得到 兴盛的原因 齐威王说 听到以后说 那应该怎么办呢 周围说 应该这么办 让所有的老百姓 都能提出我们国家 不利的意见 如果真是核实了 是确实如此 我们要改正 然后我们给他上上 所有外国的人 都可以给我们国家 提出不同的意见来 如果说的好 我们就执行 然后我们给他终上 普通的老百姓 能给国家提议借的 手下少 这就是重赏之下 结果当时呢 在我们产生了 现在用的一个成语叫 蒙庭若氏 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时候 说来这里境界的人很多 几个月以后逐渐有所介绍 齐国做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民心改革 做了一系列的补救的方法 结果国力那套空前的强盛 不出一年 当时的齐雄各国都认为齐国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都来朝迈他 都来向他学习 而且忠他为王 从而是齐国得到了很大的振兴 那么这点说明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谋略取胜的一个原因 现在作为各国的统治者 从来都认为是自己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听不到不同的一届 下边人也不敢说不同的一届 他认为他是天下第一 所以国家得不到发展 甚至有个别国家 网络上老百姓提议借 也要马上散掉 这都是不好的行为 其实每一个人也好 每一个社会也好 都可能有不足的地方 都可能有不外事的原因 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 人生才能获得发展 才能变得品质良好 才能借功利业 所以说修正自己的缺点 在松子这一点讲得非常好 外交也是一个国家很应该注重的一方面 国与国之间要互相协调 共同来弥补他们各自之间的不足 这个就需要很好的外交 所以说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很重要 他可以沟通国与国之间不完善的地方 从而达到两个国家亲密无间 有些国家也是因为外交做得不好 而非常的孤立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一个国家 只有把外交做好 牧略做好 才不用去起兵打仗 从而有很好的时间来发展经济 松子说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拔人之城而非拱也 毁人之国而非酒也 必屈全增于天下 故兵不动而立刻屈 此母拱之法也 就是我们尽量能不用出动军队 能用简单的方式使敌人屈服 屈军屈国屈屈于我们 这样我们才是最高明的 接着松子太刀 故用兵之法 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 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不弱则能避之 故小敌之戒 大敌之情也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十倍的力量 去进攻敌人 那么我们就可以包围他 从而取得胜利 五倍的力量 我们可以把它分割包围 敌则能战 如果说我们力量相当 就可以和他正面交战 我们不如敌人的时候 一定要逃避敌人的正面攻击 从而从侧翼 或者其他方法攻击 来获得胜利 有些时候 小谷的敌人 使劲地接手 就会成为大敌的俘楼 这也是应该非常注意的事情 俘将至国之俘也 俘舟至国壁墙 俘瀉 这才到一个将领 包括国家的大臣 一定要把国家辅佐好 用自己的才华 用自己的能力 把国家辅佐好 辅佐的好 国家就一定会强盛 辅佐的差 国家就走向衰落 这时候 宗子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阅则 不知君子可以静 而不可以静 为之静 不知君子可以退 而为之退 是为迷君 不知三君子事 而同三君子政者 则君是祸也 不知三君子缺 而同三君子任者 则君是疑也 三君既已且祸 则诸侯之难治也 是为乱君生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将领 一定要知道我们可以前进 然后再去前进 这个基础上需要了解敌情 了解我方 充分了解的好 然后知道进退 如果你不知道敌人是什么样情况 也不了解我们是什么样情况 而乱指挥军队 那么这样军队就会失败 这时候宗子谈了一个原则 就是确定胜利的原则 故知胜有武 知人可以战 而不可以战 以不可以战者胜 舍失重挂之用者胜 上下同意者胜 以一代不予者胜 较能而军不予者胜 此无者之胜之道也 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力量可不可以去打 而且知道敌人数量多 还是我们数量多 我们的军队能不能上下其心 这样是全身的一个重要原则 而且打仗来说 准备是很重要的 只有充分的准备 才能打胜仗 大家都知道 北大西奥公约组织 每一年都要进行军事演习 就是为了有一支 能长期作战的军备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长期进行的原则 而且作为好的将领 作战的时候 国王包括君主甚至总统 不要太多参与意见 将能而军不予者胜 这是很重要的原则 此无者之胜之道也 这五点都是确定 能不能打胜作战的原则 这时候 有一句话很经典的话就出来了 布松子曰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 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 每战必殆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知道敌人也知道我们自己 才可以获得胜利 如果我们就知道自己 而不知道敌人 也不能轻易去打仗 知彼知己知天知地 才可以取得全面的胜利 使国家力量获得强盛的发展 谢谢 谢谢大家